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常常说 人生苦难 悲痛 没有其他的悠悠 总是 最胜虔诚 佛法说 众生有病 要用法医 要用法 先的法 才有法度在人的心 在人的悲 人的心悲 没有自好 总是 损害的 普天之下 残酷的事情 不断的 化身 人生如此 苦难很多 灵荒妙药 就是引导人人 启动爱心 要爱人宽人 宽量人 唯有这样的心态 天下才能和平 期待我给大家 如何来引导人人 向善 真正的善 就是要懂得如何爱护生命 所以爱人极物 能爱人的人 他才会去爱惜动物 建基生 不仅是基数 闻基生 不仅是基禄 就是啊 听那个声 就无忍心吃他的肉 看到他这样 看他必散 在动物 所以这都是我们 要好好地来推 推数 人心推数 才能 用善恋 在人间 就可以和平 多一份善恋 多一份平安 一人一善 远离灾难